家家都有的烹饪小物 竟然这么有讲究 这个就是很讲究 用得好 这个菜可以胜过我 我就下烤了 用得不好 好的食材给你糟蹋食材 荤素菜肴 用对它让你厨艺大增 它非常松 咬下去了以后 它里面这个炸得很有厨次的 这好东西 更有特需门诊专家 为您法官健康 不知是有害的 消瘦脱水恶心恶吐 日常保健课 哈喽 大家好 欢迎电视机前的各位同学 准时来上课 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你们的王老师 幸福生活从退休开始 今天这堂课会非常有意思 而且可能会让大家 感谢大家的 那能够呢 王老师要来关心一下 大家的厨艺 我们来看看 今天来上课的同学们 欢迎大家 有一位那厨艺是不用说了 其他三位同学 你们的厨艺平时都怎么样 王老师你有意思吧 这怎么了 就这个人在旁边 你跟我们说让我们聊厨艺 就好像关公面前 耍大刀 徐大厨面前炒菜是一个道理 怎么聊 但东东你看 你不能聊 咱们老师同学举手了 不一定 不一定 徐大厨呢 请客吃饭 宴会什么 他行 但是招家常菜的还是我听 那当然了 老师同学 你有什么家常菜 是特别拿得出手的吧 老师同学这个底气啊 让我感觉好像徐大厨 我为啥厨面前炒 今天为什么 即便有大厨在现场坐镇 还要来跟大家聊厨艺呢 自然是有原因的 东东啊 你有没有什么拿手菜 这个你问的就厉害了 你问我厨艺怎么样 他在我说不出来 但是问我喜欢吃什么多了 那我这样 我换个问题啊 东东啊 你平时喜欢吃 炸鱼排 对吧 糖醋小排 草漏 那个古老肉 哎呦 哎呦 这很快 都是肉 又这么中 又没了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东东说的他喜欢吃的东西 外面都裹着一层 像他今天穿的这样的感觉 你现在就像一块糖醋小排 加炸猪排 加骨老肉的结合 你好死吧 你像穿着一件番茄酱那样 我 我好歹也是一个冰糖山楂吧 是不是 哎 我来问问啊 叔叔阿姨 你们平时喜欢吃些什么 哦 我最近有点胖了 想减肥 所以我一直吃蔬菜 哦 这蛮健康的 在大家的爱吃菜单中 老习对应的是烂糊肉丝 爱吃肉的东东 对应的是炸猪排 糖醋小排 公老肉 而我们的冥冥同学 因为要减肥 烧蔬菜会比较多吃 那么同学们 你们的爱吃菜单中 有什么呢 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怀疑 这个王老师今天上来 肯定有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 他上来又问大家 烧菜会不会烧 又问大家喜欢吃什么 嗯 然后今天呢 明显可能是要做菜 是吧 徐大厨在 他来了呢 他你又不让他 坐在专家的地方 那今天专家到底是谁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只能说 东东还是蛮聪明的啊 我们来研究分析一下 你们刚才拿手的 爱吃的 是不是都有些什么 问题所在呢 对啊 我一直在发现 一个会是牵牛 一个要给鱼 什么习宿什么 来五牛死了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店 你发现 都要加上什么 淀粉 那这个东西跟厨艺 有什么关系 烧菜不好来 泡泡三斤要钱 要色香味 色香味啊 但是淀粉嘛 就淀粉了 就像我们平时有的时候 商菜总会要勾芡什么的 都会用到淀粉的呀 对啊 这个淀粉就是很讲究 用得好 这个菜可以胜过我 我就下岗了 用得不好 好的食材给你 一把粉下去 糊了 糟蹋食材 你想平常时间啊 我们炒了 炒了 炸了 烩了 炖了 其实都要用到淀粉 这个淀粉呢 我们待会儿好细分击中 哦 我不能吃啊 我糖头肥啊 那么好了 像我们平时炒菜烹饪 都会用到的淀粉类的东西 跟血糖有没有关系 会不会有影响呢 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专家 龙华医院特需门诊专家 王健 王博士 欢迎 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好 本期专家王健 上海龙华医院特需门诊专家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我们想先请教请教王博士 淀粉跟我们糖尿病人的 这个血糖身高 有没有直接关系的 有关系啊 我们人体是需要从外界 摄入能量的 就是我们摄入的和消耗的相等 我们就不至于身高 也不至于长胖 问题是供应我们热能的 主要是蛋白质 脂肪 还有最关键碳水化合物 那么淀粉呢 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 我们是需要淀粉 需要碳水化合物 是需要吃的 问题是吃的量的问题 哦 原来糖尿病人 也是可以吃的 就关键这个量掌握 是 对吧 嗯 所以老西同学你不用担心 我不用光吃药了 也可以吃东西 哦 是不是啊 不用光靠药物了 呃 我说药里面也有淀粉 啊 药片呢 嗯 主要是两大类成分 一个是药物的有效成分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辅料 辅料中绝大部分是淀粉 我们知道有的药用的 进了零件几毫克 你拿得着吗 或者有的就粘在手上 或者有的就在指甲缝里 对吧 明白 我们加上淀粉 让它体积变大嘛 这是起到一个增加体积和重量 让它成型的作用 明白 第二它还有粘副作用 淀粉 我们知道药片 你如果没有淀粉的话 一盘散沙嘛 对吧 有个粘副作用 嗯 我们药物进我们人体 最终是要被吸收 要分解 所以药物要分解出来 要崩解 那么有一种淀粉 叫干淀粉 就可以起到这个 吸收水分让它膨胀 然后崩解的作用 让药物更好地吸收 所以老西同学啊 其实你自以为 没有摄入什么糖分淀粉 其实吃了很多啊 对 就是所以啊 以后也吃淀粉了 没想到 连药片里都有淀粉吧 很多糖尿病高血糖患者 都会闻淀粉而色变 其实大可不必 只要注意控制好总量 淀粉也是可以吃的哦 今天徐大厨 也为我们带来了 三种常见的淀粉 同学们 你们都知道怎么用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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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必须要现场拿一个东西炸一下 看一看 我解释一下东宫的话就是肉呢 你看到吗 我已经带出来 就这么点啊 这么一点 你只要可用得多 这一点量可以够我们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 再乘以二都可以吃 就和那药片一样 全程剂是吧 我不信 你先告诉我们 这个我们看上去是肉啊 其实是可以做一道什么菜 早黑最传统的老八样知道哪一个 里面有一个油炸的 最经典的 作为老上海的家常菜 老八样之一的桂花肉 所需要的材料有 肉丁 料酒 葱花 红薯淀粉 面粉 糯米粉 玉米淀粉 这个肉丁呢 其实切完以后啊 用盐稍微腌制一下 腌制以后呢 稍微加一点点的红薯粉 让它什么啊 先把这个水分给它锁住 这个面粉 最黄的颜色 米粉 这个又是面粉 面粉 面糊嘛 我们要调一个挂的糊 这个生粉 就是厨房间里面用的 纯度很高的马铃薯粉 马铃薯粉 就是分车粉 两勺 这个两份 这个一份 这个是糯米粉 什么啦 糯米粉 让它什么有粘性 有张力 糯米我喜欢的 粘在一起 随后我们放水给它调起来 给点水 搅粉朝一个方向 不要这样搅完以后再这样搅 这样炸出来的东西啊 我们说的就几片了 一片一片的 要上一个方向 对 来搅拌 好 这个调完以后呢 普通家里啊 跟大厨有一个距离 大厨炸出来就会很圆滑 为什么 里面再加一点冷油进去 你看好 很奇怪啊 你看好这面粉啊 看着呢 加上这个冷油以后 你看我再调开 就会像麦其林一样 它会脏发 会泡起来 能够拎起来 拎了能够一滴一滴 流得不是很快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葱花流啊 下到面粉里 不是炸的吗 放到面粉里面炸 也要挂糊 炸之前 加一点点玉米粉 油炸的东西呢 用玉米粉下去 拌匀 好 拌匀啊 你看啊 现在这个肉就可以 沾在这上面了 但是你看木处有那个 我们说的粉在上面 好 再下去 全部下去 好 我们可以炸了 用淀粉挂好糊 就可以开炸了 而开炸之前 试油温还有个特别的办法 比方说像这样的竹筷子 是吧 然后呢 你就把它放到油锅里 你看 有起来了 筷子周边有起泡泡 对不对 这就说明 油温可以 真烦 王宠世王 爱啊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也真服了他了 他听到下岗 我真要下岗 我跟一个叫许大厨的人学的 看好啊 漂亮 最漂亮就是油炸的时候 就一个一个放下去 一个个放下去 这要这么精巧 一个个放下去的 对 火 油温 不能高 油温不能太高 对 这有点像我们平时爱吃的那个 炸的盐酥鸡 鸡米花那种感觉 这就好了 把油温再升高 再给它炸一下 再炸一次 再炸一次 你也要想 现在其实已经有点酥脆了 但是呢 还没有达到地口下去 嘎吱的效果 为了让桂花肉口感更脆 第二次炸的时候 油温大致要七八成热 下锅后等到肉变质微黄 这样一道外皮酥脆 内里弹牙的传统老八样之一的 桂花肉就完成了 这个牙签擦好了 我们可以吃了嘛 可以尝一下 我们先尝一下好不好 来来来来 你第一个 你第一个 大家来啊 我都不知道了 嘎吱嘎吱的声音 那你觉得里面是很软糯的 然后外面那一层呢 就是嘎吱嘎吱脆脆的 就是口感非常好 就层次很丰富 对吧 而且它就不像就我们吃到 有的一些炸的东西啊 它是结块的在上面 它非常松 咬下去了以后 它里面这个炸的很有层次的 其实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是你这个肉 外脆里嫩 这个嫩啊 这个肉里面你上好浆以后 一定要用红薯粉 稍微薄薄的 给它封一层 在上面 炸之前一定要用什么 要用我们说的这个玉米粉 玉米粉啊 随后外面裹一层以后 有粘着力了 再去挂面胡炸 炸出来就很圆 实在说 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里面还是有定淀粉的 所以我怕还是吃了会胖 这个你得请教王博士了 有淀粉的东西就一定吃了会胖吗 有点担心 因为里面还是有定淀粉的 所以我怕还是吃了会胖 这个你得请教王博士了 有淀粉的东西就一定吃了会胖吗 对 我们说过了 万物入肚皆可长胖 主要看筋量 而且有的人减肥 有的人不吃淀粉 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不吃淀粉是有害的 我们知道供应我们的人体能量主要是淀粉 这个糖要大规于占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六十五 所以我们首先是必须吃的 如果不吃淀粉的话 你比如说有的人说 我就吃蛋白质吃脂肪对吧 包括肉类是有害的 道理在于此 比如说你吃脂肪 因为脂肪分解产生热量 但是脂肪分解产生热量 它会产生酮体 我们知道尤其糖尿病 酮体过多会导致酮体酸中毒 而且会导致消瘦脱水 甚至恶心 恶吐 还有豁出的气味 烂苹果的气味 严重地会昏迷 所以不建议 第二个 有的人说我用蛋白质呢 蛋白质吃多了 我们知道蛋白质吃多 最重要的代谢产物是料素蛋 我们测了个肾功能 有个鸡肝尿素蛋 对吧 就是蛋白质吃多了 增加肾脏负担 所以都不建议 所以我们一定得吃淀粉 但是淀粉是会变胖的 主要掌握一个量的问题 大概一天是多少 那么中国居民商人指南推荐 一天吃主食 250到400克 那么其中 50到150克呢 是属 全骨类和属类 全骨类和豆类 50到100克是属类 所以掌握这个量 比如说你吃主食的话 最起码你要起个150克吧 一天的量 成人的量 淀粉也是必须要吃的 像王博士刚才说了 它也是能量来源 只是说我们不要过量 不要超量 那你自然是会发胖的 但不代表说 因为这个东西会发胖 我们就把它拒之门外了 而且尤其像徐大厨 你跟他说 你不要用淀粉 不可能啊 阿姨啊 我想问问你啊 你不是爱吃蔬菜吗 你平常时间里面 家里面做蔬菜 你会用淀粉吗 一般是不用的 不用淀粉 对 炒蔬菜跟用淀粉 我知道 是不是为了要勾芡啊 要凉 要勾芡 要锁住它的水分 不要一盘蔬菜拿上来 我们上司汤汤 就拿香完了 还有像我们吃面 上面那个浇头 很多那个净素的浇头 对 他说的那个 罗汉 罗汉栽 罗汉面里面 用个罗汉上素嘛 对 你不用淀粉的话 就没有这个 两挂我们 热量也没有 那我们来学一学啊 除了做肉类 鱼肉类之外啊 如果是蔬菜的话 跟淀粉 又是如何来搭配制作的呢 配车党茶团 请去吧 好 你不用担心 今天啊 大厨给你带来一道 罗汉上素 保证你啊 吃不胖 所需的食材有 青菜 香菇 草菇 卤笋 油面筋 冬笋 调料很简单 生抽 蚝油 麻油 以及加水的土豆淀粉 注意哦 青菜和卤笋 需要提前过水汤烫 让它在开水里面 煮个15秒 捞起后 放入其他食材进行煸炒 下入面筋 蚝油 煸炒均匀 哇 适量的水 跟这个食材啊 要平 一勺啊 一勺半 生抽 加盖 焖煮个15到30秒左右 好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勾芡 水多粉少 最好的就是马铃薯粉 因为它勾出来的芡 会很透 会很亮 而且呢 不容易结块 下的时候朝一个方向 抖动食材 最后 再放入汆烫好的青菜卤笋 淋上麻油 这样一道 因为土豆淀粉勾芡 而增色不少的 罗汉上素包 减肥的曹阿姨 这一下 不担心长胖了吧 你自己一个人 一边笑边盖 不是 我今天看下来 这个粉啊 淀粉是好东西 然后这个是徐大厨 你应该不用了吧 我就带回去吧 谢谢啊 我跟你讲 徐大厨盖祖宁盖 他要带回去的 要带回去的 我妈妈懂你也有 关键他已经用过了 这个不能再用了 这个安全卫生 你知道了 我自己拿回家 你想带回去就只说话 对不对 但通过我们今天这堂课 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 也学会了 巧用淀粉 也是可以帮我们增加厨艺的 而且如果之前 你对于吃淀粉 是非常抗拒的 今天我们王博士 也跟大家讲了 淀粉是一定要吃的 关键是要控制一个总量 当然如果同学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详情 学习到更多的养生知识 以及烹饪技巧呢 都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好了 今天这堂课就上到这里了 我们下堂课再见了 拜拜 家家都有的烹饪小物 竟然这么有讲究 这个就是很讲究 用得好 这个菜可以胜过我 我就下烤了 用得不好 好的食材给你糟蹋食材 荤素菜肴 用对它让你厨艺大增 它非常松 咬下去了以后 它里面这个炸得很有层次的 这好东西 更有特需门诊专家 为您把关健康 不知是有害的 消瘦脱水 恶心恶吐